所以A tamer 形成一个方式出了吗? 不形成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句子的结构长怎么样? 主词 这个是 subject 这个是 它一定可以 它一定可以它是一个 VP 它是 build Build also 持有 Build a house 然后它那间属门是什么? 所以这整个位置到这些属 作为它用来 build a house 的那个 tool 那个 instrument 那个工序 所以我们会说它完整形成一个 PP PP 就 require 一个 preposition 后面跟着一个 component 但它 component 只有这样吗? 只有这样吗? 不止吧 A hammer 是哪一个 hammer? 它说是 a hammer of amazing strength 所以of amazing strength 它是形容 hammer 它不是形容 house 也不是形容 man 所以它会在 hammer 为中心的结构里面 所以这个 PP 修饰 hammer 所以写 very strong group 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 MP 的结构当中 所以如果光看这个部分 它一定不形成一个考试题文 可是要怎么证明? 考试的时候要问你 第一个就用我们三个 三个我们上次讲的 test 是吗? 第一个如果你要 你就完全 in answer care 不行 不合理吧? 你说 what did a man build a house with of amazing strength? 然后 answer 是 a hammer 不合理啊 它就不合理吧 第一个句子 第一个 question 它就不合理吧 所以作为一个所谓的 andre Michael sentence 它就正我们的 hammer 你不形成一个考试题文 第二个它是不是可以用 Promo 来披爬 不行 你不能说 the man build a house with it of amazing strength 也不合理吧 那第三个 你可不可以用 it is 跟 that 结构 你说 it is a hammer let the man build a house with it let the man build a house with it of amazing strength 也不合理吧 也不合理吧 所以什么 三个 ungrammental sentence 都证明了 我不能把 a hammer 视为一个 无力的判斥题文 然后去做移动 去被替代 或形成一个 independent response of a common question 都不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 但如果你要描述它的结构 你要怎么写 第一个它是一个sentence 这个句子的结构是什么 主词MP 后面加上一个VP MP跟VP的中间有时候会有助动词 但这个例子应该没有 所以你看到的 你看到的只有这两个东西 没有助动词嘛 尼尼的结构是什么 Build the house with the hammer of the nations 只有这三个 这个是动词本身 这个是它的受词 这个是表示它带的什么样的工具 去做那件事情 只有这三个嘛 在它的结构当中 然后是因为这个have 而产生的结构 那MP可以由什么 这边出现了几个MP 一个处词 一个受词 还有吗 还有 the hammer of the dating strength with the complement 这个是一个MP吗 还有没有 有 还有带出一个strength 又形成一个abading strength 又形成一个MP 所以有四个MP的结构 所以这四个MP的结构 各有什么component 第一个determiner加上N 第二个determiner加上N 第三个determiner加上N 加上PP 第四个abcd加上N 所以至少你会写出 它有可能 它有可能 长这样 它有可能 长这样 它有可能 这三个不会写起来 写在一起 你要这三个写可以 但有可能 你觉得这两个可以把它合起来 变成这样 可以吗 可以吗 这两个可以合起来 变成这样 第三可不可以跟它合 看起来是不行 因为你不知道 它跟determiner的相对顺序 但前面两个 它们重复的部分 是determiner的AM 所以很明显PP出现来后面 但是你要把它刮 刮起来 因为它必须是好顺 因为它不会在每个MP都出现 所以MP的结构大概长这样 PP 只出现了两个吧 这边有一个PP 这边有一个PP 都是P加上MP的结构 所以PP就是P跟MP的结构 ABJP 就是一个ADC 所以长这样 这样 看得懂吗 触状图怎么画 the name will have to be the hammer of the beginning transplant 我刚刚的prishout 就裸立起来 我刚说sentence 里面可以有什么 MP跟VP 刚刚写的吗 sentence 里面MP VP没有什么 V Build the house 然后instrument 所以有三个东西 然后第一个MP 然后第一个MP the man 然后第三个PP 一个P 加上MP的结构 这个MP长什么样子 一个determiner 加上一个N 加上一个PP 然后这又是一个P 加上MP的结构 off 然后呢 ADJP 都是一个N 所以大致长这样 他就应该看到完整的 the man fiel of the house who is the hammer of the main transplant 他完全是把刚刚的 非常弱 去把他立起来 变成树状图 有多问题 所以你要把他的结构 一层一层看出 看 应该不把它想清楚 所以刚刚hammer在哪里 hammer在这里 hammer 所以这样不形成一个 concerture 因为你漏掉了PP 所以你也不能 只是单独的把这两个东西 在许子当中 把它视为concerture 然后做移动 或者去代替它 OK吧 第二位 他说 the girl is singing a song in the room in the room 行不行成一个concerture in the room 行不行成一个concerture 变头吧 the girl is singing a song in the room 这么证明 第一个答案 可不可以 where is the girl singing a song 答案是in the room 可以吧 他可以被where代替 或者你说the girl is singing a song where where作为一个procode 可以代替它吧 为什么 因为它形成一个不定的concerture 第三个 你说it is in the room that girl is singing a song 也可以 所以他也可以把它单独的移动 放在in the room 所以它是一个合一的concerture 那它结构它是什么样子 第一个它是一个sentence 没有问题嘛 然后主持在这里 所以sugget在这里 这边它是主要动词吗 这个b动词 它是动词吗 还是数动词 然后分辨清楚 但这个句子里面 一个主要词 句子会有一个主要动词 但这个句子 它的主要动词 不是b动词 是 是所谓的fate 那s的功能是什么 功能是什么 就是progressive 就是实态 所以它是数动词 所以这边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数动词 接下来 才有一个vp的结构 所以它sentence 就会变成是一个mp 数动词 加上vp的结构 然后vp有什么 动词嘛 sing a song somewhere 然后呢 mp 这边几个mp 主持一个 受持一个 然后vp里面一个 三个都讲得一样啊 oh the girl the song the room 都是 he coming in 然后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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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oom 就这样啊 出发不怎么办 就把它立起来 就变成一棵树吧 出发不出事 没有人 没人 在这边 没人 任何人 都想得到 不过 这边 最后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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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小朋友回去看影片自己把它放大 The girl is in the song in the room 这边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要告诉你说 Sentance的部分就是一个属词 一个数到词 一个VP VP的结构是什么 V tag MP 跟 PP P里面有什么 VP 跟 MP 然后Determiner是三个MP的结构都一样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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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Determiner加MP的结构 下一个 他说 shutun latched or safe-bound equal to the company 这我们修改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讲的叫latch 我把它修改成这样 shutun latched or safe-bound equal to the company 我不讲的叫latch 随便带来是一个complementizer 这样你就要画一个CP 但那个你的聚化学代化 所以他如果问你后面这个是不是一个construct 这行不行成一个construct sure a safe-bound equal to the company 他行不行成一个construct 是吧 他作为cline这个动词 他require的一个子具作为他需要的content 他需要的proposition she climbed something 他那个something是什么 他其实就代替了she will save money for the company 所以你用substitution 你可以说 she climbed that she climbed it she climbed something 之类的吧 反正任何的托诺 他是不是都可以代替那个来自的proposition 或者你可以说 what did she climbed 然后答案就是she will save money for the company 那你会不会发现如果你说 it is 那你如果用plastic construction 你说it is she will save money for the company 大概是clined 结果是不合余法的 但即使这是不合余法不证明 这个东西它并不形成一个constructuant 为什么这个上海我有讲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indis跟indis结构本来 就不会把一个字具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违反的是其他的句法的原则 而不是今天我们放在那边的 所谓的一个versal category 它并不形成一个constructuant 这个我上禮拜讲过 所以这个就不要告诉我说 他不是然后给我这个程序来做证明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说他是的话 你也不要印给我这个句 错误的句不跟我说 因为这个句子是合余法的 那他就不合余法 他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主词吧 sheet 主要动词clined 然后里面再带一个子具 作为他的counterment 子具里面又有一个主词 然后还有一个vp 然后中间有一个主动词 所以这里我们有两个sentence 一个是man clause 一个是indic clause 一个有主动词 一个没有主动词 所以主动词必须要打上括号 为什么要打上括号 因为你不打上括号的话 这个语字就变成不合余法 因为他要告诉我说 一个sentence 也一定要有end 或没有奥子 叫上vp 但其中一个sentence 就没有 那他就会变成不合余法 所以你要告诉我说奥子 是optional 但如果他出现的话 他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vp v后面有一个sentence v后面有一个sentence 或者 他有可能是save money for the company save 然后required object 然后为了谁做这件事情 有一个pp带出来 所以这边只有一个pp 那你就告诉我pp就是 for the company p加上mp 那mp呢 出现了几个 一个she 两个 又是一个she 三个money 第四个 the company 四个mp的结构 一个出现在subject condition 这个也出现 第二个也出现在subject condition 第三个出现在object condition 作为什么safe的受词 第四个在pp的结构里面 只有一个有determining人 所以mp的结构是什么 determining人必须想什么 如果你不打张口号变成she 这个mp出不来 猫蜜也出不来 猫蜜也出不来 因为他没有determining 所以说照顾怎么画 照顾怎么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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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所以它的结构将会长这样 所以这是刚刚我们讨论的结构 sign as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所以一个有 auxiliar 所以你在写非常分入的时候 它必须是跨幅 不然这个结构就出不来 因为这里并没有 auxiliar 出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she will save money 所以这个VP也出现了两次 一个是后面作为一个 component single class 第二个它有受词 然后还有一个PP的结构 sign as money for the company 怎么办呢 最后一个 对不对 the small yellow bag is in a closet 它形成一个合理的conceptual mark 不合理啊 为什么对不对 这整个是主词 但是你只有 underline 这个部分 snow yellow bag 不能把 它画的柱状图表变成什么样 变得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遗漏掉它 告诉我说它形成的conceptual mark 因为它就不形成给MD的结构啊 那怎么证明它不是 怎么证明它不是 第一个 他们可以用it代替 你不能说 it is in the closet 它不能被replace by a pro form 不行 所以第二个它可以 放到it is a lamp的中间 不行 你不能说it is no yellow bag right love is in the closet 不行 所以它不行成一个conceptual mark 你也不能说 what is love in the closet 或是你如果one love is in the closet 它都不行 你不能单独的把它抽出来 然后作为你要question的那个information 通通不行 所以它并不形成conceptual mark 那结构 主词 这是助动词吗 这是助动词吗 刚刚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s 哪一个助动词 上面那个是 下面的为什么是助动词 因为它助动词的话 就具体的动词了 所以它的功能是什么 作为一个连接动词 连接什么主词跟主词的补语 主词的补语是什么 修饰主词的那个东西 修饰主词的东西 但不是在它的结构当中 而是在结构的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用它来描述那个主词 它那个是什么 就是in closet 这个PP就是作为修饰主词的补语 那在英文里面 我们需要一个连接动词 去连接这两个东西 而不是直接把它并编 所以这时候这个B动词 就是这个句词的主要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就会有MT跟VP VP就是由一个B带出一个PP 作为它的component 所以Sentence没有主动词 然后VP是由V动词 再加上一个PP 然后PP是什么 in the closet NP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Determiner 然后VG的形容词 修饰名词 两个都有Determiner 但只有一个有形容词 所以Determiner一定要存在 ADJP可以有很多个 也可以什么都没有 然后修饰名词 所以看得懂 打信号代表什么 1到无限度 再打上括号变成什么 0 所以打上括号 又打上信号变成什么 0到无限度 就表示它可以没有 它也可以去堆叠 OK 这边 这个是1到无限度 这个是optional 所以表示什么 这个加这个就是0到无限度 所以它可以有 它也可以没有 但它有时候 你也可以有两个以上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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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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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